天后李文五日惊传过世 消息震惊全球 他的富商劳工不仅多次被传偷吃 还被发现在李文生病时 到处旅游留他独自面对 后来布鲁斯在没有跟他们商量的状况下 发了复文 让李文二姐看不下去 向媒体切割跟布鲁斯的关系 不过近日微博一名直播主 查阅了布鲁斯的身家 发现他目前身价大概有4300多万台币 年薪则是港币300万 只说这样的水准根本称不上是富商 结果李文二姐出现在留言区 认同该名直播主且爆料的说 你是解释最清楚的人 是我妹妹一手把他捧上富豪板 为他拉拢自己的关系上位 直接戳破布鲁斯真面目 让留言区直接炸锅 网友纷纷劝二姐说 那要小心了 这猪头是不会放弃coco的财产的 他一定会想办法吃干麻镜 大部分网友都非常心疼coco 觉得如果这是真的 那就太不值得了 真的太不值得了 唉呦 大部分网友都这么过 好 好